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进予以有力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予以严重警告 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完全正当必要 我要强调的是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既是历史事实 也是真实现状 未来绝不会改变 台独是死路一条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一切台独分裂行进都将遭到14亿多中国人民迎头痛击 一切台独分裂势力都将在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历史大事面前 撞得头破血流 台独分裂势力每行风作浪一次 中国和国际社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的力度就会加大一分 我们看到近期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全国出入境人员超1.41亿人次 同比上升117.8% 中外人员往来持续升温 请问发言人对此也会评论 正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 近段时间一来 中外人员往来热度显著攀升 这得益于航线恢复 入境便利化措施落地 以及互免签证国家增多等多重利好 中外人员双向奔赴 也成为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一幕 一段时间一来 中国推出三减三免来华签证优化措施 实施便利外籍人员来华五项措施 积极解决外籍人员移动支付难等问题 近期还实施了外国旅游团乘坐游轮入境免签 并确立国际游轮付资靠港补给的基本制度 不断为外籍人员来华提供便利 中国护照的含金量继续提高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节假日就能乘上飞机列车公交车 开启说走就走的国际旅程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 全国有超过800万人次出入境 较去年同期增长35% 中外人员拟来我往的快捷之路不断铺就 有利促进了全球旅游业复苏和国际经贸往来 增进了中外人员交流和民心相知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将越拉越紧 欢迎更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 谱写更多热气腾腾的中外往来佳话 发现更多活力满满的互力合作机遇 据报导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卡尔金日称 期将于5月底废团访台 中和台新任领导人就职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物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得安排国会议员访台 如果美方一孤行 由此造成的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 5月20号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就近期日方设台的消息动向 对日方做出了严肃警示 表示如果日本将自己绑上了分裂中国的战车 日本民众将被带入火坑 那据报道5月22号日本的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称 有关言论极不恰当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日方一些人近期在设台问题上消极动向频出 持续鼓噪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这样荒谬且危险的论调 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和日方所作承诺 吴江浩大使的有关表态 基于事实 义正词言 语重心长 完全正当必要 我要再次强调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如果有人执意干涉中国内政 阻挠中国统一 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据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在伦敦出席会议时称 美英国防情报部门掌握证据显示 致命援助正在或即将从中国留向俄 并用于乌克兰战场 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中俄贸易增长了64% 两国正互相掩护 同日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沙普斯有关言论应询称 美方此前曾就中国可能向俄共武表达关切 但迄今尚未发现相关情况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谴责英方政客没有根据不负责任的对华抹黑言论 我们注意到英方的相关言论 甚至没有得到其亲密盟友的认可 必须指出的是 在乌克兰问题上参与拱火交游的是英方 而不是中方 有报道称早在两年前 俄乌双方曾就结束冲突接近达成一致 正是由于英国等方面从中作梗 导致冲突延宕至今 当前正当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 推动局势降温的时候 英方再次抛出不负责任的言论 值得人们警惕 我们奉劝英方政客 抹黑中国既改变不了英国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也解决不了英国国内面临的棘手问题 与其无端攻击中方 不如好好反思一下 英国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 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对话一边 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 反对拱火交游 同时我们也将坚定维护自身 正当权益 您刚才发布了李强总理将出席 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消息 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日韩合作 对此次领导人会议有何期待 中日韩是近邻 同为亚洲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在共同性对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 开启了战国合作 中日韩合作启动25年来 逐步建立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 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 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 李强总理将同日韩领导人 共同出席三国领导人会议 中日韩工商峰会等重要活动 就中日韩合作交换意见 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 复杂演变的背景下 中方期待此次会议为三国合作 注入新的动能 更好实现三国互利共拟 中方愿同日方韩方一道 落实中日韩合作 未来十年展望等重要共识 深化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 推进东亚区经济一体化 促进地区及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练并且许多程庆域合作 练跃 黄 词 cn dd